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政府终于宣布委任良粉张志光出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 之前有消息说学术界质疑他不懂学术 教育局对任命有保留 但拖了一段时间都是反对无效 张志光的任命是星期一已经生效 但政府拖了几天到星期五的早上才公布 如果要等到星期五看见才公布 就好像说得过去 但如果是这样想回头 张志光的任命是星期一生效 这几天在未看见之前 他又叫不叫完成整个手组 不要以为教育会只是一般的咨询组织 其实他们都拥有不少实权 要负责审批各间大专院校的补助金 就大学发展订立策略 还要审批学术研究的资助 这些通通都涉及钱的问题 教育会发生有委员上任大无人知的情况 另外一个咨询架构 电影发展局更加混乱 话说电影发展局的委员 其实全部人的任期去到上个月的31号已经完结了 但政府到现在都还未公布新一批委员的名单 变相令到整个电影发展局是圆兇 政府在网站上也说了整个名单稍后就会公布 跟教育会一样 电影发展局都不是一般的咨询组织 而是有钱在手的组织 负责审批几个与电影业有关的发展基金 据文 其实政府已经找到人出任电影发展局的委员 但基于一些程序的问题 所以暂时还未公布到 电影发展局现在的非官方成员有21个人 包括主席苏扎光在内 当中有17个人已经连续做了6年 按照政府惯例就不会获得续任 政圈盛传接任主席的是另一名大良粉兼大红人 就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 他上个世纪都做过电影制片 最后一套已经是1998年 曾加尚做导演的野兽刑警 马逢国现在是人大代表 亦是港区人大副团长 同样都是又红又专 比较年轻的观众对他的印象深 就应该是早前发生北京打记者事件的时候 马逢国就认为香港记者去到北京 应该入乡随俗 到底这个传闻是否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会入电影发展局 我们打个电话问过马逢国 他不承认也不否认 就说关于任命的事情 最好我们问一下政府 有任期刚刚介满的委员说 没有收过政府和他们说 不会逐约 但如果真的不逐约 也应该会收到一封感谢信 但他们现在两样都收不到 即是做不到无缝交接 他们都觉得政府的安排很混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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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